有沒有帶雨賽 還下了點雨 因為前面的圈呢 梭了是挺和平的 因為 呃 其實這個問題會回來自於 這張地圖原本的設計就是6x6 那你6x6 你除了第一圈很明顯地掛出來以外 你在第二圈到第四圈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圈好像有縮跟沒縮一樣 因為原因就是在於說它是6x6的地圖 它不像以往的8x8 那如果是4x4的話 你會感覺說 圈一瞬間縮很快 所以導致說冰封雪地這張地圖是 所有四張地圖裡面 節奏最慢的地圖 那第二個點就是在於冰封雪地這張地圖 它建築物區以建築物區中間的小建築物 就是零零落落的建築物過多 所以很多隊伍會很經常可以利用那些東西去做一個掩體 那導致說開戰的節奏就不會來 其家地圖來的這麼頻繁 像上一張求生島在剛剛縮圈的話 其實就縮在一個蠻廣大平原的位置 所以看到很多人最後竟然是要卡在這個山坡下面 我剛剛看力圖我才被我的子弟兵念說 爸爸你怎麼那麼衰 你可不可以給點圈 結果這一把MS跳最左上然後圈戳最右下 不得了了 每一把都這樣 我剛剛還被我的子弟兵也就是他們現在的教練說 你們不用靠他 他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麼的衰 結果果然MS的圈死上超級無敵遠 而且是最遠的比直相反圈 還刮了蠻多的海喔 所以在這個圈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就是需要他們在這個情況上面 再特別多單帶一下了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的話他們可能需要 就是照接下來的跑圈呢 要稍微去掌握一下 沒錯 而且可以看到現在這一邊 我覺得這兩把其實圈運來講 對U level up都算是非常非常有事 你可以看到這一圈又是他們 而且他們掌握住的又是一樣交通的樞紐 只要他們成功的把 嘗試從地圈的左下方位置進入的隊伍全部趕走的話 他們其實是很有很有效 有很大的機率可以製造出第二個優勢圈出來 就跟上一把一樣 他們控制住交通樞紐 那他們就可以製造出一個很完美的後勢圈去打 而且剛好我們看到跳傘之後呢 其實圈剛好輸在最右下 最右下的地方反而都是沒有隊伍跳的 所以現在呢是蠻空的情況下 大家一開始跳傘可能都有注意到 所以K7呢是選擇從最右邊開始往圈內做移動 之前我們在播比賽的時候呢 我自己看是蠻多隊伍都會去搶這個圈中心的位置去打的 對 沒錯 因為其實搶圈中心 因為你基本上你是把問題留給對方 因為對方基本上你有一個先天上的優勢 那原本是5-5開 那你先天上優勢可能變成7-3開 那相反的對方如果是槍法上面是跟你5-5開的時候呢 你有一個建築物優勢相對來說優勢就非常非常大 在城內 STL跟KA4的成員隊到了 NOOB現在起上很殘喔 對 這邊應該是有辦法直接拉掉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很嚴重的 我覺得還算不錯的點是在於 你看到強隊他們基本上在一開始的落點 四周也不會有隊伍 那很嚴重的點就是你看到 中後段班的隊伍他們就是前期一直不斷的撞點 撞點撞點 其實我在第一週比賽的時候 出現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 因為畢竟你比賽能夠參考的資料過少 所以你沒辦法很準確知道說 適當地圖這些隊伍的跳點在那邊 但其實聯賽進行到中段的時候 你這些中後段班的隊伍 你就有很多資料知道說 這些隊伍喜歡跳哪邊 你要找到一個點是 只有你會跳 其他隊伍沒有跳 確保說你前期的營運 不用一直躲一直躲一直躲 那就不會導致說 你看包含剛剛麗智中學的成員 有打到彈鏡兩角的情況發生 嗯 沒錯 那可能就是物質上的情緒比較不充足喔 STL的男選手呢 遠端看到了 對方就用沾孔的AK稍微開了幾槍 沒辦法留住人 你看其實他們現在 老實說有點慘 我覺得有點慘就是在於說 你看他們物質上面沒有很充足以外呢 然後四個人歸缩在一個小區域 然後還要跟KFO分了 分了這一個房區的情況下 你要面臨著所謂 你人頭可能會掉給對方 你物質上 你還要被人家share 最慘的是 你如果人頭沒掉 你被人家打到了 你還要在前期花了你的醫療資源 其實這是人才兩次的情況下 會發生的事情 是 同一時間 畫面上 就是這兩隊伍就一直在這邊打 那其他地方的話 我剛看小地圖 勵志的他們把人拆得很開喔 游泳明成現在還在地圖 左下角搜點收入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的隊友已經 嘗試往圈中心去擠了 對這邊 從小地圖上面也可以看到 這個圈就極致右下 你不要忘記剛剛偉紅是怎麼打進去的 隊友全死光 然後他一個人 慢慢的 公子線頭犧牲召喚 你懂了吧 這邊線頭比較線的不一樣 他線的是三個隊友的頭 不是他自己的頭 滿厲害的 這個你知道 就跟可能隔壁棚那個卡牌遊戲 油插網一樣 因為要召喚那個心度高的 你自己心也要犧牲得夠多 那個心要夠我才能 那沒關係 我們多犧牲幾張看 能不能上一次回合是什麼 抽到第三名嗎 沒記錯啊 這一把抽到前兩名 再犧牲一次再看看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提到 就是像是 AG還有MS兩隻強隊的話呢 都是選擇 跳點跳在最左上 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他們要開始拚進第一圈 但第一圈我覺得應該都是沒什麼問題 倒是 原本是非常空曠右下角呢 在第三個我們看到的是 全部隊伍都擠得進來 現在這邊一開始沒有隊伍 現在已經有快四五隊了 我覺得這個有個很嚴重的問題點 是因為 這一圈 這第一圈縮出來很明顯 一定是往地圖右下角去縮 那導致說你一開始在 還在本島區域的隊伍 全部都要往裡面去擠 所以圈的密度很高 然後你晚進圈的隊伍 雖然在這一圈 你是有辦法能夠在本島區域的圈邊邊 去做一個狗活 但是你下一圈還是要進去 所以看到羽倫亞伯在這一把 他並沒有選擇 我要去卡橋 而是選擇趕快來到地圖的右邊 這是因為這一圈跟這張地圖 逼迫他們 只能這樣子 所以這一圈的 這一張地圖 到目前為止這一圈來講的話 激烈程度會比 我剛剛說不是擠烈 是慘烈的程度 會比剛剛上一把 還要更加激烈 這邊收到了 路過的收費 再一次把對手留在了原地 成功擊殺一名 STR成員倒在這裡 車過 人留下 這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說 就是因為 全部的隊伍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說 接下來圈一定會這樣子說 全部都要擠在地圖的右邊 那 右邊就這麼小區域 你剛剛上一把 八成八地圖 你還有辦法去擠 你甚至第三圈 你還有60個存活者 但是 六成六地圖 又這麼擠端的圈的情況下 你要擠偏難了 遠端 這一個 SKA S的遠端開點了 其實下方還有STR 看到車子也知道說 這邊有人 目前K7是佔據高山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這個山的位置 還算 右下角蠻高式的地方 就是地位高的地方 感覺可以收集到很多情報 對 其實這兩把 老實說 對於REAVA跟K7戰隊 這兩支戰隊的圈運來講的話 今天的圈好像都在他們手上 然後K7戰隊 因為其實他這一個位置 是目前這一圈 最高點 也是位置最好 不管是情報上面 還是轉點上面 都優於其他隊伍 他們旁邊 像AHQ AST U Level Up 甚至到JUP YRC 他們應該都可以把情報 就是有集約卡在自己手上 那這樣對他們接下來的選擇 有非常大的空間去做一個營運 沒錯 其實大陶賽遊戲 很多選手都會說 前面很無聊 後面 都是在打後面 但其實前面 很多隊伍的優勢是取決在於 前面你的四個成員 到底彼此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 會引發說 OK 我的指揮 我要去如何判斷 下一圈我怎麼打 甚至是我下一圈怎麼扛牙 或是怎樣的取捨 那 如果 很多隊伍 就是卡了一個好位置 但是沒有去做事的話 就會出現所謂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麼死的 我剛剛在想 AG今天比賽 是不是兩場比賽都是選擇 是比較晚 就是最後段時間才開始進圈的這樣的方式在打 感覺跟他們之前會去做碰撞的方式 感覺打風上面有點不太同了 對 他們以往的打風都是 是不是在練一些東西啊 有可能是要搞一個慢打 我覺得這次有可能 因為其實以往的AG就是 不管怎麼樣 這一圈的優勢點是那個點 我也不管有沒有人 我就打就對了 反正我覺得我打得贏 所以我就去打 那今天目前為止 這兩場看一下 AG的節奏來講很慢 感覺是在練一些套路 如果是天淺圈這種 非常非常遠的話 他們應該要怎麼打慢 嗯 我就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的他們感覺跟以往 好像節奏上面有些不同 我在懷疑是不是現在分數超過600分了 其實蠻穩當的 已經很穩就對了 有一些練兵的空間啦 有一些練兵的空間 因為其實這也是 常常在比賽中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的戰績有優先 跟著你有領先的時候 你有分數去做一些練習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會開始用比賽去 可能訓練一些你平常的套路 因為練習歸練 練習賽歸練習賽 其實真正來的時候才是真功夫 所以用這個練習我覺得有可能 這邊勵志中學的瑞 是遇到了UNG的大部隊 不過 UNG的成員感覺是沒有意識到說 這邊有人 因為他們過得其實很舒適 你看還有人在慢慢喬車 哇 這邊 Coco 欸 他看到房門是開著了 有意思嗎 上來沒有 哎呀 在最後一刻呢 還是被對方的UZI給點掉了 在上房間的這個地方 來不及用地帶聲 check情況下 這個人頭要掉了 哇 這邊很尷尬 因為其實大意的 真的大意的 因為看到他們剛剛在喬車 就很明顯知道說 UNG不確定說這個 確定說這個房具沒有人 因為他們其實前期在 停車的時候 他們絕對想不到 怎麼會有人 一開始第一圈 就完全鎖在房屋裡面 動也不動 好 但是接下來呢 UNG的三名成員 又來報仇了 下這個煙霧狀 得知情報是在最頂樓的位置 那這裡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拉槍鍵的方式 三個人手上都拿UZI 衝過去 這顆手雷拔出去 但一個人都沒有帶走 哇 這一邊是有一點可惜了 因為他其實有一點丟慢了 他其實可以先丟 但是他想要拉一個順暴到 這地中學的萬這個位置 也被對方所發現了 啊 萬這邊要趕快繞跑了 差點被點掉了 趕緊是跑開 剛剛隊友也離得非常遠 現在看到畫面上 甚至連威弘 都還在讀圈裡面啊 沒錯 其實這一把 算是拉得太開了 然後其實是在於說 剛剛其實 瑞其實有搶到一個先手權的情況下 你萬應該要去做一個側翼的支印 而不是在那個地方 其實你幫不到隊友以外呢 甚至對方想要從房屋區外 進入房區這個timing 你也沒辦法製造多大的威脅 他剛剛在樓頂上打的那支之後 第一時間沒有翻出去 沒有落跑的話 接下來也沒有跑的機會了 所以他在那裡 感覺上就是已經進入到了 他就是要死架 我走不掉了 那我就是死架了 對 那其實他死架 那死架的先手權還是在於他 那隊友要如何 因為對方的 自己隊友的死架 要製造多大的優勢 讓隊友去打 這是關鍵的 而且那十三面在 這個高速的位置呢 抓到了對手 STL的成員被帶倒了 這邊看一下 YRC 把車給壓掉 STL非常慘喔 經過這條死亡的黃泉路呢 左邊YRC 右邊MS 左右牛頭馬面 架在這個位置 STL第16名 在這張地圖中 率先被淘汰 你看這很快 這就是我剛剛前面說的 這張地圖就是這種圈 慘烈程度 可想而知 這邊 你現在 你前期沒有搶到任何一個位置的隊伍 你現在要幾進到一個好位置 老實說太難了 MS不簡單 一開始在左上然後圈縮右下 還是可以站到比較接近一個圈中心的位置喔 不能提 提了等等會出事 對不起 我們開始聊聊 提了等等真的會出事 你信不信等一下圈會往上刮 我不信 我們身為專業的公正 左賽評我們 有好的地方就要講出來 我不相信 除非等一下還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勉強相信有這種邪門的事情 我剛剛已經跟你說了 然後你不信 那剛剛上一把 你看到那個後果了 那側一把 你待會兒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往上刮 而且現在 上半部的隊伍有兩大豪門 UNG跟AG 那URAILUP是選擇 一開始選擇往最右邊去衝 結果圈往回縮了 那目前前三名的隊伍 兩強在同一側 另外一強在右側 如果圈往右上縮的話 整個局勢對他們來說 非常非常有力 因為大部隊都在地圖的下半部 卡成一團 我到時真的是很好奇勵志 因為威虹還是跟隊伍 離在非常遠的位置 兩個集團拆得非常的開 一個呢 就是 像R1這邊是在地圖上半部 那威虹在地圖下半部 沒有啦 其實就是很簡單啦 其實簡直就是很簡單就是 他跳不下飛機啦 他降落傘卡住了 懂嗎 這意思都懂了吧 懂了 懂了 他意思就是懂了 他就是降落傘卡住了啦 所以沒辦法 那我就跟著飛機一起降落吧 那你就很好奇啊 接下來他這個地方 要怎麼去做發揮囉 對 這邊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 完全就打1man squad的概念了 他就是一個人單人四排 慢慢的打慢慢 反正他剛剛也是打 也打成這樣子了嘛 那沒道理這一把他打不好 那只要找到 給他找到一台車的話 他就有機會 跟隊友去做個抱團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的是 就像尼亞剛剛提到了 現在如果把這個圓形 就是讀圈呢 從右上切到左下的話呢 的確在右半邊 右下角的部分呢 是佔據了大部分隊伍 而左上呢 大概就只有 立志 AG 跟UNG 就是以 這個半圓形切開 所以現在很好奇 這圈呢 我在期待他的開獎 還好耶 因為二縮三 二縮三 所以圈不會有很明顯的動靜 還好 你要看一下待會 三進四 甚至四進五的時候 圈才會有很明顯的 那個 呃 所謂的差距感 因為畢竟六成六 所以我剛剛說的就是前面 你第二圈 第三圈 你都感覺不出來 圈好像有在說 所以這個時候 是不是隊伍其實也不會 太盲目的去做移動呢 這邊其實就不用太移動 你就只需要做一個觀察 但是GWAWA被攻堅了 近距離 這邊隔著牆的視線 帶走對方一個人 對方 GED的成員 還有一位Mini 欸 側腦 側腦被點到了 這邊是打人 然後想撿東西 這邊會戰還沒有開完 就在撿東西的情況下 導致隊友這個時候很尷尬 Mini一對一 有沒有辦法打贏對方呢 對方是UZI 然後這邊Mini是拿著AK 第二名成員進去要補槍 有史壓倒了 裡面的成員 最後一名GAGA 被對方點掉了 這只能說 嗯 我不確定說 因為我看他血是滿的 所以他沒道理會去撿補包 但他可能是打死一隻之後 他就想先舔 結果自己包含他的隊友 就側翼是完全被對方打爆 這有點算是判斷失誤了 這一波GED的攻堅是成功了 把對方的人給殲滅之後呢 吉娃娃是成為了第15名被淘汰的隊伍 這邊看到TTS 品璇 一樣遊戲很早期 剩下一個人 想要搞一個人草一體 不過他四周圍都是敵人 喔他還有一台摩托車 那這一波可能要拚一下 他這邊可能要拚一下 看能不能拚到一個靠中心點 上半部的防區 不然就是要拚他們跟他一樣 所謂的荒郊野外 然後一片草就OK了 HG他們的成員現在過了橋了 讓手勢可以當前鋒往前做推進 三一拆開往前 想要離圈中心 再裡面一點做移動 另外的話 就真的是現在這個圈看起來 大部分隊伍呢 都沒有做太照鏡的一些位移或推點喔 就是剛剛GED跟這個吉娃娃 我猜大概在一分鐘之內都是這樣了 對 因為其實你看到很明顯的 前面的隊伍 這要講一個很寫實的事實就是 你前面的隊伍很清楚知道說 不會動 不用動 完全不用動 反正是中後段班隊伍 莫名其妙打了一波 無關通角的會戰 然後你就讓你的隊伍在很早期 你原本都在圈內 然後你打了一波會戰 然後你打輸 那你什麼都沒得到以外呢 就算你打贏了 其實你打贏的成效也不佳 GED也是掉了蠻多人的喔 所以等一下在後面呢 下一波正如這個 林亞老師所講的三縮四的時候 等一下會是關 因為你看到大部分的隊伍 可能就少人 站不到好點了 全部都在下半部 他們很 很 我不知道為什麼選手會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 我覺得這一圈一定會往哪縮 其實你必須要有一些根據 那我剛剛說第一圈一出來 我可以知道說一定是往右邊 也就是說離島的方向去縮 那 你現在二進三三進四 大家大部分的選手 你看全部都O-in在下面 你看UNG有經驗 他知道什麼 我先觀望 我先看一下這一圈可能會怎麼縮 我再來決定 我如果太早O-in進去 如果縮一個極端圈的話 我可能很難移動 倒是像K7的話 他們站著那個高山的位置 現在也是還沒有移動 持續的地圖上面 利用他們的這個高背景 在搜尋一些情報 MS也是 有沒有 我說什麼 一定會往上縮 真的往上縮 你 你不能不信啊 你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一圈我跟你講好看了 全部都在下半部 來 全部都要往上擠 UNG跟AG爽翻天 K7在地圖的正中心 K7看起來很爽耶 對啊 這就是很尷尬 而且現在全部幹嘛 比拼速度 因為只有情報位上來 一定抓到很多隊伍 全部都在下半部 那看誰 看哪個隊伍動得最快 你現在全部隊伍到 比拼速度以外呢 你原本在地圖 正中心點的隊伍 一瞬間圈往上縮一個極端圈 你只能在邊圈的時候 開始幹嘛收費 真是邪門 真是邪門 很邪啊很邪 別不信 這個東西我看三年了 我也找不出個所以欄 但是就是一直會一直發生 真是邪門 他們現在進圈要先過K1 O然後再過AHU 然後最後再過K7 三隻隊伍夾在這裡啊 這時候 Ulewa的近距離 跟STR對槍 這是一波攻堅 推了進去之後 把對方兩個人壓倒 在側邊還有一隻 兩個槍線 在Cover的情況下呢 只有成功收掉了 這個槍線分配之非常好 沒有掉人 而YRC呢 在場面被MS人抓到手上拿 這把Gloza遠距離 點掉了一個人STR 成為第14名 這隻 這隻戰隊呢 在這張地圖 被淘汰掉了 沒錯 而且可以看到連續兩把 都是Ulewa進攻STR 到目前為止STR的 點內防守 我老實說 不夾 你剛剛看到就是 Ulewa甚至 一個人都沒有掉 就全尖掉對面三隻了 他們那個防守 看起來也沒有特別好守喔 對 他們其實基本上 你要嘛就加插槍線 要嘛就是放一個在野外 只要有樹 就辦法打一個側 這邊看一下 想要第一波收費 OK 小字的壓槍 壓了對方 將近半條血量 可惜是沒辦法 把ROBI給帶下來 這邊 最後一槍 最後一槍 有沒有有沒有 哎呀 很適可惜 差一點 但是這裡 哎呀 被其他隊伍收掉了 謝謝MS的助攻 Ulewa現在心中 可能不知道說 這個人怎麼一點都倒了 我不知道 但是總有一隻謝謝你 換成小字這裡 出事了 被點得很殘喔 頭上雖然有三級虧 但是身上的血量 已經不夠了 必須要補個血 在這個位置 JUP MS還有K0 KEO的戰隊 三名戰隊 在非常近的位置喔 而且現在很尷尬的是 MS算是被包在裡面了 好 這個炸彈炸下來 差點把Rose給炸掉了 但是MS已經倒人了 這真的沒辦法 我只能說他們進圈的位置 真的壓力很大喔 必須要開始 想辦法要撤呢 還是要硬剛這一波 這基本上一定得撤 而且甚至是你要開車在第一時間 直接走了 因為小禎那個位置是一定要放生了 你再不走的話 其實你沒有機會走了 好 JUP 看我這個煙霧這裡 YOE選手 剛剛壓了一陣之後呢 看起來 是要跟隊伍 應該 這位子感覺 等一下他們要想辦法 因為這個地方擠了 四隻隊伍 要怎麼樣拉開呢 這邊一定要想辦法 這只能用載局 你沒有用載局的話 你基本上過不開了 剛剛瞄了幾眼 有些車子已經開始冒煙了喔 的確是非常危險的 沒錯 這邊 看一下 今天要 OK這邊 這邊還算是有腦袋 這邊一定要跑 你不跑的話 你就是跟著這一群隊伍一起下去 你們就繼續在這個泥巴那邊打滾 泥巴那邊打架 沒關係 我要先走了 唉唷 小老闆的時候想說 好想上車 這邊他應該要等小七 因為小七的位置還算蠻後面 結果另外一邊 KC戰隊對上的是Duplay KC目前還是在比較高處的位置 但是MS要進去的地方呢 前面有什麼 前面有AHQ啊 後面還有一個人 他們沒有注意到 YRC的人喔 這真的非常難打 這MS進圈路上面 太多的關卡要收費了 沒有錯 而且他們現在很尷尬的是 因為剛剛前期先進去的那個點位 反而是石頭後面的那個孤狼 他們沒有發現到 然後這邊是KE喔 對上是Duplay 看到了看到了 哇這個車檔出來的時間也慢了 但這個槍聲出來之後 對方你知道這裡有人 很可惜 幾次的誘惑呢 都沒辦法被掌握做 弱死命很大 你看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不退好 這邊三個隊伍你都要一起下去 你就看一下誰是大贏家 而且現在 KE喔想退 來不及了 你剛剛就應該第一時間 你要嘛就全去前壓Duplay跟MS 但是你沒有選擇前壓 那你就一定要拉 但他們兩個選擇都沒有選擇 而是選擇慢慢的卡在房間 那就要考驗到Duplay 哇這一波掃射 有 把GIN給打在地板上了 這邊果然 想要開車走 但這裡會不會被收費成功 近距離MS 遇到誰 遇到的是TTS 最後一名成員 點掉 哎呀 被滅了 這邊反而又是一個知名師 被品宣給滅掉了 其實 一打三 一開始MS 我覺得他們已經算是在剛剛的情況下 已經找出一條深入 繞到了另外一邊可以進去的位置了 當時也把後面TTS的一名成員給點掉 可惜的是 最後一個反而沒辦法帶走 被對方壓在這個位置 把你們全軍給打掉 MS這兩把都有一個問題就是 打法對了 但是在基本的對槍上面 全部對輸 哎呀 怎麼我想說 其實因為我剛剛看 我是有在偷看小地圖的 原本他們後面有一個 然後前面有HQ想說 哇糟糕了 被夾了 他們已經把後面那隻處理掉了 可惜 就真的像你講的 最後一口氣突不出來了 他們兩年去兩把都這樣 上一把是打輸 又是三打一打Q毛 然後被打輸 好悶 對這一把 對上TTS的品學 也被對方一打三 這就是MS現在遇到一個很剛好問題 就是OK 好像鬆一口氣的時候呢 結果那口氣吐太快了 你該爆發的時候 你爆不出來 這導致隊伍連續兩把 都是七早八早就被淘汰掉 我們再看一下這一圈 下一圈的是往地圖的 稍微靠下半部去縮喔 這地方的圈看起來 最中心是一個三三入口 但是像在AGU這邊 他們還是有高地的位置可以進喔 這時候 王對王了 AG對上UNG AG跟UNG 目前UNG的位置搶得很漂亮 AG這邊只能卡住 而且不能卡太久 一部分是因為ULEVEL UP 他才剛從地圖下半部上去而已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下半部的隊伍很多 他一定會往前頂 那如果AG在處理UNG的點位 處理太慢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被ULEVEL UP 從後面推進 然後反而讓UNG拿到最多的主動作 遠端三倍進的AK壓槍 給對方引陣壓力 地圖右下角 一樣還是有非常多隊伍在做交詐 像近距離我們看到KA4跟JUP KUO同一時間在第10名的位置被淘汰了 讀圈開始往前壓進 所以JUP必須要做些動作了 但前面KA4的人不給他們去 但是MUKE倒了 Q毛這裡 最後壓著Jason 這波可能是JUP的突破口 兩個人開始做移動 MUKE看起來是沒有時間拉了 而且Jason連血都來不及捕 我在樹後面 看到他的位置 先把他編掉之後 側邊手臂露了出來 你的手肘 這位置側腦 哎呀被ROSE給收掉 ROSE的UZI進去沒有砲槍 這就很明顯的 反正我不想玩了 我要下去你也得死 這邊很尷尬 就是他們現在未必進得了圈 因為AHQ已知這邊的情報 AHQ一定會踩出來想要收費 那JUP這邊要賭一波大的 兩個人撲好包 上車直接衝 衝得過去你一定有前三名 你衝不過去你就第八名 OK這邊果然 補好包終於開始衝了 哇 直接掉下來 衝不過去 OK 第八名 AHQ現在戰爭位置 我覺得目前在下半步是很好 所以 其實大部分隊伍呢 知道AHQ在那個小三丘上面說 不敢照經不敢壓點選擇 都往上面去走 KC找到另外一個三丘 下面就是ULEVUP 再過去的人是AHQ 左前方的是UNG 換成在這裡呢 四強頂力 F4在做內鬥了 而且這邊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AHQ打慢了 AHQ打太慢了 所以ULEVUP後面也來了 那 一旦KC戰隊的視野看到AHQ之後 你會看到AHQ戰隊前後都是敵人 這邊有一點面對是死局了 嗯 完全進不了 對 然後你看ULEVUP這邊要進點 他們這邊唯一一條活路 就是ULEVUP跟KC戰隊 兩隊打起來 才有機會 不然的話 基本上他進不了圈 嗯 哦 圈子又說往右上了 看起來在ULEVUP跟KC這邊是不錯 反而是 UNG這裡呢 開始往前做移動了 ULEVUP跟AG 哇果然這邊 你看到很明顯的 打慢了 你打慢了之後 你就會開始被ULEVUP 去做一個反包圍 那你 你左邊是UNG 然後你右邊是ULEVUP 你想要衝點內 結果點內的高三區是KC戰隊 而且這一圈老實說 算是KC戰隊天命圈 理論上 讓這個三臂他們從第一圈 站到 站到現在 沒有動過位置 但下方呢 HQ也想 嘗試要往圈內 開始做移動了 所以 有優勢的情況下 KC之前的問題就是 他們能不能把優勢 繼續擴大 金鴻這裡遠端 想要去收這顆人頭 隊伍上面倒了一個之後 並沒有再掉了 還是三名成員 KC的B下 跟Panda還有AA 就隔著一個轉角 一個轉角過去呢 這個轉角 愛轉角又遇見誰 是誰先看到誰喔 沒錯 而且剛剛AHQ另外兩名成員 其實這個時候要 幫忙隊伍推進了 你們兩個在圈外 這麼遠的地方 往前的嗎 往前的嗎 結果是AHQ的後面 狙擊是放倒KC戰隊的JN了 那這樣子就是 進攻的號角了 來了 進攻號角敲響了 陛下往後拉開 拉到了高處位 想從上往下打 這個溫泉關 AHQ過不過去 破兩個煙之後 右邊先打掉 兩個陛下 左邊要繼續壓近 A team 也不夠了 完蛋了 這一波KC看起來有點難守成 而且後方對面的成員 也夾怪 有勒嗎夾怪之後 KC這裡很難打啊 守不住 KC是直接第五名淘汰掉了 被包夾夾掉了 但這時間呢 其實也是變相的 給UNG一個進圈的機會喔 沒有錯 兩邊的交戰要重新進去了 這邊看一下 AHQ對到的是ULEV 而且UNG這個時候盡情的收費 好 有點掉了遠端的G36C 有點掉了一名 這個ULEVAL成員之後呢 現在UNG真的是他們進圈的11點了 扛了這個煙霧進去 雖然說右邊有AHQ人在做騷擾 但是這個圈你必須要往前壓喔 這邊其實AHQ目前優勢很大 因為再來就是 KC戰隊的物資就在他們眼前 所以投資物如果拿夠多的話 其實他們有辦法去阻斷 ULEVAL想要搶最後高點位的D牌 那其實就在於說 現在HQ後方沒有人 反而是ULEV後方還有UNG大部隊 所以這間拖越久 其實對HQ非常非常有利 只要他們能夠卡住 ULEV想要從側翼 繞過來這個3B的孔就好了 嗯的確蠻有機會的喔 喔這個 欸這台車 欸開到一半倒了 立志中學的1最後 他是整個隊友剩下最後的1B成員 不過我覺得算是不錯啊 兩把他們都來到的是前五名的位置 嗯 狗這狗真是狗進了前五名喔 立志這一場比賽第四名做出 現在剩下3隻強隊 4-4-3的人員喔 你看這邊很聰明 開始利用投資物 就是要阻斷對方想要潛壓的攻擊 加星隊點到的有點受不了 但是A在側面是被Winter給放倒了 哇這邊Panda好像失誤了 掉下去了 那這個位置他很難再進去嗎 他要撈到最後方喔 不過對方是沒有看到他掉下去 如果看到他掉下去的話 對方一定第一時間會去請壓他的隊友 那算是一個四角差 很可惜 那算是有進無險 A還可以拉起來 那接下來就是等時間 因為上來的偏大 對 UNG這個時候他要進拳 所以UNG會處理的點 就是UN 其實我覺得HK做得不錯耶 他們三個人在那個很像布朗尼的高塔上面 同時呢DF在左邊想要做個側翼之間 但是 UNG的人繞圈開始看了 啊只是 開車繞的時候呢 扛了太多的槍啊 反而是驚恐跟他隊友就這樣死在車上喔 這邊UNG的判斷其實蠻奇妙的 他們沒有選擇打UNG RUFF 反而是開得超級無敵遠 送幸福送到了AHQ臉上 AHQ這一把的擊殺數很高 可是這樣一腳也把側面DF給繳掉了喔 所以原本是想說正前方有人扛 然後側翼還有人幫忙補槍的情況下 應該是有的打 但現在換成了UNG RUFF 四名成員滿邊要來對決AHQ兩個人 一個人要打兩個的AHQ 能不能成功戰勝這一波 近距離這個對象在煙霧中 還會是PANDA的AK是先壓掉了一個 哇這邊A也往前頂掉一個之後 來到的是三打二 而且這個時候WITER也倒了 UNG RUFF 有機會往前去壓最後剩下一名成員 UNG RUFF能夠一打三嗎 哇剛剛上一把差一點這把有沒有機會 配打這一點是1點 哇嗚 上一把沒辦法達成這一把UNG RUFF的成員 成功的今天大逆襲 原本是4打3 結果對方很漂亮的前壓 AHQ打掉三隻之後 反而最後有UNG RUFF的最後一名成員 1打3 欸這兩把4英雄4口熊很明顯的出現了 對 我們跟正強剛剛名字有疊到 我們剛剛也是2打4強 其實3打4 但是3打4最後還是看起來可能人少了 就真的是被 我覺得是被UNG就是那一個車開過去之後 繳掉了一個DIFM 沒錯 而且HQ其實打得很漂亮 因為他不管是側翼的PANDA以及正面的AA 兩名選手都利用個人的單兵能力 以及對 投擲物的運用 成功的把UNG RUFF的大部隊 正面部隊全部打掉 但是完全是依靠著UNG RUFF的單兵能力 把局勢整個扭轉過來 HQ真的差一點 本來以為 HQ這一把能夠以高達19殺的擊殺速之擊 結果 看來英雄命好像還不適合他們 那 那我覺得剛剛在那個最後一圈的時候呢 就是 大家都擠在右上角的時候 真的就是看誰先打誰了 那KG就是當最碎的那個被對方兩隊一起夾掉 對 KG其實 我覺得他們有 我覺得這個問題點就是出現在一個對槍能力 因為KG完全是被HQ的成員一打一完全被壓掉 主要是來自於那一槍狙擊 那槍狙擊把高點位的GN打倒之後呢 HQ的其他成員很聰明 第一時間衝 那KG戰隊第一時間是選擇放了一個人去拉GN 然後另外兩個人去選擇要去扛住HQ的壓力 那殊不知那個葫蘆光沒有扛過 那變成說整個隊伍就從中間被對方裸破開來了 沒錯 那我們來看看這場比賽的單場積分喔 這場比賽最後在Ulayoff吃雞之後拿下了32分 一個非常比的進帳 而HQ在這裡呢真的非常可惜 這場比賽總共打了15個人 可惜沒辦法拿到最後的雞喔 差了6分 最後只拿到29分的積分 UNG呢在第三名拿到13分 再來是勵志 最後一個R1呢 雖然說這個開車衝到中間被對方 應該不是對方 被大家當成把子打 但還是有第四名 再次K7很可惜喔 最後遭受到了像NHU跟Ulayoff的夾擊之後呢 不幸的只能在第五名算出位置是不錯 但接下來是TTS拿到了8分 JUP7分 MS呢 全運偵插最後的三打一也可惜的是沒辦法把握住 如果把握住的話 或許還可以把名次再往前做推進 但只能可惜原本已經脫離了 那個很可怕的這個進圈的路線 絞死區 對 這邊絞死區 你看到這邊絞死區的虎組就來了 這邊第九名的AG 然後第十名G1 第十一名KA4 第十二名 而且AG連續兩把都爆開 我覺得AG今天他們的確是 我自己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跟之前打法不太一樣 因為如果是之前打法的話 我們可以邊看總體分邊繼續聊 就是 AG之前的話呢 他們在這個情況 他們是會去撞一個他們覺得很優勢的地方 然後把他撞下來 所以他們可能在圈剛出來之後 他們可能就開始移動 然後進去直接撞那個點 利用他們的超強的抱團對戰能力 把U4點搶下來 但今天他們反而都是選擇很晚 就是二拍三拍 然後才開始競圈之後呢 沒辦法站到好位置 那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好像打得綁手綁腳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 那所以目前為止呢 在這場比賽之後 也沒有進張太多分 變成629分 開始感受到宜溫具壓力 因為他們也踏過600分的這個坎 來到了608分 跟第一名的AG只有21分的差距喔 沒錯 然後第三名是連續兩把都打得非常非常非常 分別由第一名跟第二名做收的 U level up 577分 其實他們也是差不多一把吃雞 再一把吃雞 就有機會追過UNG的分數 因為你現在看比如說AG跟UNG 他們其實排名分只差一分 唯一讓AG繼續掛在這個目前聯賽龍頭的 就是他們的擊殺分數了 相關就保障他們現在就是可以 繼續的保持在第一名 可是這差距真的是越來越小 所以看一下他們 接下來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那HQ的話呢 目前是437分 掛在了這個第五名位置 KG411 JUP317 TDS253分 內置這裡呢 跟前面的第八名的TDS呢 現在只差一分了 我們一直用排名分 在不停的幫自己加入更多的這個分數喔 沒錯 可以看到最關鍵的第二個點就是 KA4的位置 距離13 剩下三分的差距 這幾把KA4其實也是一整段爆開 這邊真的是 老實說是前段班的守門員在給機會 讓後段班還是有一線生技 能夠爭取出現機會 所以這個接下來呢 就看一下他後面的隊伍要怎麼樣去 因為我像是勵志的話 他們連續兩場比賽已經都把這個分數好好的給拉住了嘛 我覺得也可以給後半段隊伍做一些這個借金 因為 真準分呢 的確是一個非常好補分數的來源 沒錯 看他們接下來 要怎樣去調整他們的策略 那第二場比賽最後呢 比賽結果結束了 出來了 那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呢 就是第三張地圖對決囉 來不及的第一站是去的 有意思嗎 上來沒有 哎呀 在最後一刻呢 還是被對方的UZI給點掉了 在下方 來不及的第一站是去的情況下 這個人頭要掉了 被帶倒了 這邊很 喔 把車子壓掉 內舞夾在這裡啊 這時候有沒有人近距離跟STR 這槍測試一波攻堅 推了進去之後 把這兩個人壓倒在側面 還有一次 兩個槍鏈 他們的情況下呢 喔 車子壓倒了 然後開車走 他覺得說的面臭非常多 近距離MS 遇到誰遇到UZI 最後一比成員 點掉 哎呀 也都來不及 我的術後面 看到他的位置 起碼邊 叫做側邊 手臂露了出來 你的手肘 這位置側腦 哎呀 被露出給收掉 落水一圈 沒有忘了 我的DF這個 直接想要做側一圈 但是 一問巨人繞圈 開始看了 只是 開車繞的時候呢 扛了太多的槍啊 反而是驚恐 對他隊友就這樣 失敗吃飯 沒有為一個AS 兩個人 一個人要打兩個的AS 能不能從中 戰爭這一波 盡力於這個對象 戰爭物攻 還有一次見 Panda的AK 是先壓掉了一個 哇 這邊AA 往前頂 頂掉一個之後來到 是三打二 而且這個時候Witter也倒了 ULEVEN 有機會往前去壓 最後剩下一名成員 ULEVEN 能夠一打三嗎 剛剛上一把 差一點這把 ULEVEN